大家好 我是火轮哥 看到我台面上的这三台进行没有 全部都是iPhoneXs 这几天很多人在问我 iPhoneX啊 他说我要用来做备用机 如果说你是用来做备用机的话 我个人还是建议iPhoneXs 为什么会这样说 首先的话iPhoneXs它是4gb的运行存存 其次iPhoneXs的话 它是后置双向头 再加上这个不锈钢的金身 再加上这个手感 当手操作相对来说是比较舒服 所以说对于我个人而言嘛 我觉得选择iPhoneXs用来做备用机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说我不推荐X2 因为X2的话 首先它是3gb的运行存存 然后是铝合金的材质 再加上后置摄像头的话 它是铝合金的材质 当然这两个基金更有千秋 如果说你在续航 那么选择iPhoneX肯定是比较好 当然 如果说你只是用来拍照啊 或者说不玩游戏的情况下iPhoneXs 那就是最佳的选择了 像iPhoneX也好iPhoneXs也好 这两款机器 争议相对来说是比较大iPhoneXs这款机器 它是old的屏幕 因为它是双层版的设计 所以说 你在玩游戏的情况下 那么肯定是比较的发热 对不对 再上台基金 我们带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机器是回溯回来的 这台基地先是到你们手上的话是1550 很多人说iPhoneXs 我要用来做备用机 那么我不知道它的重量是多少 这个视频的话 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它的官方给出的一个手机的重量是177个 然后它的后度的话是7.7毫米 宽度的话是70.9毫米 然后长度是143.6毫米 很多人就觉得 177个 可能没有很大的概念 我们就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差不多是这个笔记本的一半的重量177克 来给大家看一下 放在这个称上电视身上看一下 抽一下178克 对不对 差不多就是这个重量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重量 也就是说这台机器 我们拿在手里的感觉 它是比较偏薄的 再加上你看我的手也是比较大 对吧 然后握住这个机器的话 刚刚好 手感方面 它这款机器的话 做的是相当的不错 而且它这个 屏幕的话 它采用的是欧赖的屏幕欧赖的屏幕 我就不用说了 它屏幕是非常非常的新鲜 再加上它这个拍照的话 或者是1200万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它是支持10倍的数码变焦 然后我们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它可以6倍的变焦 不管是拍摄照片还是录制视频 对于我们正常的工作需求 它这款机器的话 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再加上它这台机器的话 是256g的一个大内存 所以说 正常的需求 我们没有太多的文件可存的情况下 256g的话 在用两三年 依然没有太大的问题 像我自己现在用的这个 十一普罗的话 也是256g的 可能很多粉丝应该也知道 我的视频都是用这个十一婆罗来剪辑的 256g等于说也基本上够用 只不过像iPhoneXS这款机器 不管是它的美版还是它的国防还是它的港版 它这款机器的无视法 它是不支持双卡的 这一点的话 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还是要首先的了解一下 这里有上台有1650的 然后还有1400的 很多人就问了 你这个要是明明的 为什么会不一样的价格 可以看到 首先第一点 它这个机器是自换回来的 第二点的话 看到没有 它这个橙色 没有这两个金色的好 也就是说橙色的话是有点 正常的明显的磨损 对不对 所以说在地区的话 到你们手上1550就可以拿下来 如果说你不玩游戏的情况下 选择iPhoneXS这款机器 又是大内存的 那么作为不用机好 作为主力机因为两三年 它还是没问题的 当然 对电子的训航要求比较高的话 我个人还是觉得iPhoneX会好一点 因为iPhoneX是当成反正设计 再加上iPhoneX的散热 比iPhoneX要好一点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够千秋吧 因为iPhoneX2的这个128G的跟iPhoneX256G的在价格上 基本上是差不多 再说句实在话 现在还有多少人会选择这种老款的手机来玩游戏 毕竟不管是iPhoneXS也好iPhoneX也好 在玩游戏的情况下 可能都没那么流畅 比方iPhoneXS 如果说你要玩游戏 手机会严重的发胖 发胖的情况下 手机肯定就会调增严重iPhoneX的话 因为它的3Gb的运营内存 在长期的玩游戏情况下 它可能会出现杀后台的情况 在上台机器的话 因为我们给带回来 全部都是更换了电池 iPhoneX是唯一的缺点 就是电池续航不太好 因为它是2600多哈的电池容量 所以说在上台机器 我们拿回来的时候 全部都有更换了电池电池100% 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不过说这个视频对你选购有帮助的话 点赞观众 我能够选进路上少翻车 下期不见不上 拜拜